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后我们从玄奘文化千年录七集影集 还有八场的由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的亲教师 来深入浅出的带领大家 了解玄奘菩萨 刚刚听到龙祥慧老师 还有风雅宋古僧乐团 所演出的玄奘菩萨战 我想在经过过去这一年 对玄奘菩萨的更深入的理解 应该在龙老师以及风雅宋的带领之下 大家都更能够深入地了解到 玄奘菩萨一生的行仪 一生的志业 也能够理解到 唯有这样的气势磅礼的一首战 能够来彰显 玄奘菩萨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佛教界的他的伟大地位 那么一般人理解的玄奘大师呢 那就是一位易经的专家 因为玄奘大师呢 一生的著作 那这个慈恩传啊 他是写玄奘大师一生的这个过程 另外大唐西域记呢 基本上它是跟佛教没有太深入的关系 那跟玄奘大师其实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所以大师的著作呢 其实就是一本《成为世论》 可是《成为世论》呢 一直到今天 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跟日本的佛教 乃至佛学界呢 对这部论都非常的重视 只可惜 这部论从来都被错解了 因此平时导师注视这一部论 它在佛教历史的重要性 就在此彰显 那么我们今天 来举办这一场 《成为世论志》的新书发表会呢 刚好就承接了我们过去一年 对于玄奘大师的 这个 种种的丰功危机 的深入了解 然后总结 在《成为世论》 并且有导师把他注视出来 我想 我想 郭老师呢 他跟随导师 平时导师 学法 也有二十几年 所以 对于这个《成为世论》呢 应该也有 相当的了解 这部分是不是 请郭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 这部论呢 本身呢 算是说 玄奘大师 以他自己的正量来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来说 中国人会想 我们就是一些思考 将佛法当成知识 是后来禅宗来了以后 才很清楚有的实证 可是到底实证的高度是什么 实际上玄奘大师 就已经把这个说明了 他地址窥机 后来在成为世论数记 就是呢 技术大师的话的时候 忍不住 透露了一点 就是关于呢 正的根本无分别字以后 会有后得字的居修学 那后得字的居修学 是不是可以抵达呢 禅宗 比较难以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达到的圣位 就是等于进入修道位呢 玄奘菩萨当初呢 跟窥记讲的事 这个呢 有八种事的话 这八种批语 实际上是八种现观 这现观是等到 后来平时导师 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的 在这数记上呢 窥机就老老实实就写 就第五地后 对 是说这八种现观是要等到你是第五地 圣位才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话是可以知道说 原来佛法呢是可以在中国人展现出呢一个呢 圣位菩萨的高度 以及呢 透过这样的修学 我们可以明白说 玄奘菩萨实际上呢 也更动了 呃 显结未来佛所留下的一些的文字 这怎么说呢 就是呢 包括在文献上也呢 出现 比如说 等于说以前的 呃文字的时候留给呢 大师发挥的空间 让玄奘大师以他的正量 可以很清楚的做出抉择 这个是很困难的 一般来说 大家对于呢 西土西方的这个呢 圣者所说的话 就是全部领他 可是呢 玄奘大师做了必要的一个调整 更正 这就是在玄奘菩萨传里面 战里面所说的 论意说法 就是在指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 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空前的 针对教下的这个文字 做了必要的一个修正 这个某一个程度上 几乎是后无来者 好 那我们再请说这个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呢 只是第一集 还不是全部十集圆满 那这样不知道陈老师您的看法 我想在座可能也许有人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陈维士论四呢 他的出版方式啊 是平时导师先在正觉讲堂 对讲堂里面的 已经破餐 正物第八阿赖耶士的 这个增上班的菩萨呢 先宣讲 然后讲完一集的分量 才出版 因为目前所知道的是 总共是有十集 那导师从去年讲到现在呢 也大概差不多快一年 所以如果说是认为说 应该是要十集全部出来 然后才办这个新书发表会 那等到第十集 距离第一集出版 那就已经十年了 所以到底还算不算新书 还有就是说 可能有人不晓得有这本书出来了 结果当他知道说有这本书 一次他就要买十本 每本都是四百多页 然后那个字是十二号字 跟一般的书 比一般的书字体还小 那我想一般人一下子 可能听到看到这个 一下十本书可能就吓到了 不想买 更不想看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在这第一集即将出版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说它很重要 因为过去的人包括亏机 亏机虽然有注视 成为试论数据 但是因为它是文言的 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阅读有困难 另外就是说亏机大师 他数据搜罗很多的资料 但是没有进一步地去做说明 所以我们在阅读数据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比 看成为试论 还要更吃力 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这本书 虽然一本一本一年一年出 但是它值得我们再三地研读 所以在这第一集 我们就应该要 办这个新书发表会 不晓得郭老师对我的看法 觉得怎么样 在佛法上能够有这样的高度的书籍 是很困难的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包括说引导证悟 或是说对于佛法的大圣义礼 要做一个阐述 在以前是比较有一些限制 但是平时老师出世弘化以来 就是以大量的文字 然后不断地将这个 《如来藏第八阿拉耶识》 然后把它铺陈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人类史上 文明史上 甚至世界哲学史上 是很大的攻击 如果以纯粹知识论来说的话 如果以圣物来说 那就更不得了了 因为这是实证的 唯一实证的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法门 对于有涉猎过西方哲学的人 都会清楚 西方哲学第一个就先卡在 到底是新还是悟 那不管它用一元论或是二元论 或是怎么去综合 都走不出来 即使他们后来想办法 找一个无意识的 或是潜意识 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个根本不是六识可以解释的 尤其意识心是没有办法来解释 世间的许与多的现象 根本也没办法解释 生死之间的现象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求助于佛法 但是又不是很清楚 到底佛法主张的是什么 其实佛法主张就是八十轮 就是玄奘菩萨所弘扬的 一切法为是的义礼 在这个呢 不管谁呢 去呢 从二圣的教理来看 二圣法也是依于这个颅 然后呢 这个颅就是真颅 也就是说 都是要呢 理解这个颅 或是信受这个颅 而大圣是直接清证这个真颅 这真颅就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提到的 就是颅来藏 第八阿拉也是 他突破了世间 一切世间 堕在呢 三有的一切众生 以及二圣的圣者 都没有办法契及这个高度 那因此今天呢 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点 是应该把这个呢 这么重要的注释呢 推陈出来 让世界知道说 原来呢 文明上有这么样的 不可思议的死业诞生了 对 然后再来是呢 可能有人会问 那不是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会有作者在场吗 那怎么只剩下我们两位 那是不是陈老师来说一下 这个平时导师呢 向来就是非常的低调 如果您要说 除非您是有到正觉讲堂 去听过平时导师 就是这个周二的奖金啊 否则呢 你看到的就像刚刚 我们这个投影片那个第一页 看到那样的导师的彻影背影 说实在的 那个投影片啊 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问说 那你这个是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照片吗 平时导师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老师 非常的低调 所以其实这个新书发表会呢 并不是导师想要办 而是我们作为导师的弟子 导师的学生 我们觉得这部论太重要了 好 我们觉得说能够这样子 在玄奖大师完成这部论之后 一千多年来 能够真正把这个论的真意讲清楚的 这么重要的一本 成为这本论之后 这本论是值得向全部的佛教界 乃至说值得向全世界来告知 这本论要出来了 所以虽然说是由我们两位导师的学生来带打 但是希望在我们今天的介绍当中 能够把导师在书室这本书所表达的意识 能够阐述于一二 就是说成为事分的高度实在是太难了 然后文字又很精简 比如说他讲心和静的关系 那一般人可能会听过 所以叫心外无静 然后就会按照字面来解释 但解释这一句本身就很困难的 实际上一切色都是仗势的影像 就是你要去查仗势影像 你就会知道 包括气势间的所有 可是这样的话呢 到底是有静还是无静 为什么又说心外无静等等 这意思实际上都是要回到八世的正理 那有了玄奘大师的这个造论 那阐述以后 理论上大家应该知道 但是论太深 所以就有平时导师把这个做阐述 你若从第八世来说 第八世如来藏出生一切诸法 所以没有一个静 是在第八世之外的 所以呢 它之外没有静可说 一切呢最多你能说 在它表面上陷起 那如果从意识觉经来说 只能够领受呢 第八世所变现的这个呢 内向分境 从来没有办法触及到 这个呢 外无成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觉知心永远理解的 实际上都是呢 世心之法 所以呢 没有静可说 因为真正的实体的静 是什么 实际上还是呢 第八世所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心外无尽呢 就是呢 要用这样的圆满 来解释 那像 这里的解释也只有一二 要等到呢 您看到呢 平时导师的注视以后 您才能够更加的深入 但是这几个字 就这么困难解释 其他就不用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